死者的身上有許多的創傷之後 檢查專家比較想要知道的是說 哪一個傷口是致命傷 每當台灣有重大刑案發生 法醫的解剖報告往往是辦案關鍵 蘋果帶你走進解剖室 讓神秘的法醫工作首次曝光在鏡頭下 了解法醫是如何與屍體對話 進到解剖室裡面 首先還是要有家屬來指認確認身分 如果做錯人那是很嚴重很麻煩的事情 遺體我們還是把它當作是一個潛在的感染源 所以進去裡面的話還是一樣要戴口罩 要穿解剖衣、解剖褲 除了防護設備外 法醫解剖使用的器具也令人印象深刻 這個的話就是一般市面上的圓一邊 我們是拿來當剪肋 打開胸破用的 我們縫合的話是使用比較大的針跟線 最主要是怕它太細的話容易斷掉 那個我們企業的傷口罩裂開來 對家屬的觀感會比較不好 雖然解剖設備齊全 但每具遺體腐壞狀況不同 他們也必須用不同方法檢驗 當然新鮮的遺體 大家解剖起來會比較輕鬆 腐敗的遺體 第一個味道當然就沒有那麼好聞 解剖有常規要採的血液 可能在腐敗的遺體上血液都不見了 所以說就必須要採取其他的提議來做檢驗 當遺體解剖後 採集下來的組織 透過科學檢驗還原事實真相 法醫的工作才正要開始 該做病理切片的 就送到我們組裡面的實驗室去做切片 然後如果需要做DNA型別的話 會把檢體送到我們的血清組 去做DNA型別的鑑定這樣子 我們自己的遺體 一個刑案的偵辦 尤其是涉及到人命的時候 第一時間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在第一時間檢驗官趕到了現場 能夠給檢驗官極大處理的 就是我們的法醫 那屍體的狀況 就需要有法醫 提供給我們非常專業的意見 事實不假 一個事實如果你 你失敗了 你恐怕在花幾千倍幾萬倍的經歷 你都找不到 跟活的人家 我們老實說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你如果看過 什麼事可以做 什麼事不能做 你看了就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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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